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到十节 大卫也说 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一个非常有福的民族 他们怎么有福呢?因为他们有神的话语 他们从小就要背圣经 他们有这个圣经里面的启示 他们有圣经里面很多智慧的话语 使他们能够生活得很有智慧 你看我们中国小孩 在美国通常都会读中文学校 但是他们读了很多年中文学校之后 到他们青年的时代 他们的中文程度可能还是在幼稚园的程度 因为他们就是读中文 但是犹太人不一样 你看犹太人的孩子 他们从小要背圣经 所以他们长大 他们还能够讲 能够听 能够读 能够写 所以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民族 他们从小能够读圣经 使他们成为非常有福的民族 使他们这个民族呢 虽然人数很少 他们人数真是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他们得到这个 得到科学奖 得到医学奖的人非常多 比我们中国人多很多很多的倍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民族真的很特别 他们是相信创造的 相信神的创造的 他们很多科学家都是相信神的创造的科学家 但是他们拿掉了差不多所有的科学奖 但是我们看那些相信进化论的科学家 他们一个奖都拿不到 这是很奇怪的 我觉得很稀奇 为什么这些得奖的科学家都是相信神的 都是相信创造的 因为他们读圣经的时候 他们就得到很多的智慧 他们就留解这个宇宙的来源 他们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很多很宝贵的东西 所以使到这个犹太人成为少数民族里面 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民族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最近有一位中医的学者 拿到了诺贝尔酱 这是土药药 他发明了 这个医治 是那类类的一种特效药 信药 是中国的武方 中国的草药 制成的 他能够得到这个中医的奖 是因为他是中国人 我们可以肯定这样 因为你无论到哪里去找一个随便找一个外主人 你要怎么样研究 他都拿不到中医奖 因为他的背景不一样 他能够拿到这个中医奖 因为他是中国人 他从小接触了中医 他念过背过很多中医的理论 他很早就知道 有一种草药 这叫氢耗 这叫氢耗是能够医治 这个虐疾的那种症状的 只不过呢 虽然知道 但是过去因为 中药的那个 那个监煮的方法 就破坏了那个氢耗的那种药效 所以很久以来 他们都找到这个 很特效的 马上可以医好这个虐疾的方法 但是他从读那个古书 从那个东晋人 格宏的书里面 他得到启发 因为那位仁兄 他就讲到 这种草药 是要用压制那个脂 不是用煮的方式 是把那个脂搅出来 那个脂就很有药效 他就尝试这个方向 结果就发现 哇 原来这个天昊 真的能够医好 这个耐气 一百分之一百的共享 只要不要阻它 只要价值 就能够出来 所以大家觉得 哇 这个成就很了不起 我们的我们的提过 那个脂疾 在世界上每一年 杀死了八十万人 八十万人死于脂疾 每一年 但是这个要发明之后 可能减少减少十万人 会离开这个世界 因为这个内疾的缘故 所以这个背景是很重要的 它是因为中国人的背景 它有中医的底 它能够发明这个东西 所以犹太人 他就很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是有犹太人的底 他能够读 从小就能明白圣经 读到圣经里面的话 所以很多很伟大的科学家 都是犹太人 我们发现这个圣经 不是一本科学的书 它不是教科学的 但是里面所讲的话 跟科学是完全没有违背的 完全不会违背科学的理论 我记得我们做 那个大学工作的时候 在Stony Brook 很多大学生 我们发现 有很多人常常问这个问题 他说 为什么我们要相信圣经这种东西 这种不是违反科学的一本书吗 它里面的理论不是跟科学相反的吗 我就问他 你读过圣经没有 所有这些人说 圣经不是不合科学的吗 我问他的时候 他们都是说 没有读过圣经 我就问他 你从来没有读过圣经 你怎么知道圣经是违反科学的呢 他说 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说吗 很多科学家都是这样说吗 就是我们说信仰不是违反科学的吗 我说哪一个科学家说的呢 是哪一个呢 他讲不出来 想不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听到了 是老师讲的话 不是科学家讲的话 因为真正的科学家 都不会说圣经不合科学 只有那些科学老师才这样说的 因为我们看见那些伟大的科学家 都是因为他们相信圣经的话 而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所以那犹太人是非常有夫妻的 因为他们从小接触了圣经 从小背诵圣经 这个背景呢 使他们成为一个非常有福的民族 他们离开神 只有一步 很近很近 很容易就能够得到主的恩典 但是我们发现 很多这些犹太人 他们得不到主的恩典 本来是垂手可得的恩典 但是他们得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障碍 原来得恩典有几个障碍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来学一些功课 我们有避开这些犹太人所犯的错误 在这里呢 有三个大的障碍 阻挡了我们去认识神 阻挡了我们去得到神的恩典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以为我们需要靠自己的 我们认定了 我们自己需要靠自己的 第六节告诉我们 即使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 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欺负所有的人都是想用自己的办法 来修补他们的错误 修补他们的问题 他们想努力做一个好人 想用积功德的办法 来掩盖他们的罪过 希望呢我做的功德够多了 那我就除掉了 我因为犯罪而来的那个后果 以为呢就这样就可以涂没这些东西 世界的人差不多都是这样想的 所以这里呢讲到 这个行为跟恩典 哇 你的声音太厉害了 神保守不要跌到你的头上 这是提到那个行为跟恩典 作为一个对比 那什么是行为呢 在这里可能呢是其他三方面 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讲到我们的良好的一种道德行为 就是人家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 你很有道德很有修养 第二个呢就是你很懂得修炼你的灵性 你不断的不断的追求修炼在灵性里面更深的认识 以至呢你能够有一个很要很深入的一种思想 第三呢就是知道我们在宗教上的一些的行为 一些礼节我们满足宗教的要求 我们做一些奉献 给我们的良性觉得我们为这位神为这个宗教做了很多事情 这都是一种行为 所以呢人呢以为呢 所有宗教都是讲行为的 所有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是不是 所有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 对不对 所有宗教都是讲行为的 只要让你做好你的行为 你就是真正的一个宗教人士 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 是人一种软弱 贴上罪性而来的一种假的思想 就好像结婚 如果我们结婚对我们的配偶说 我希望以后我多做善事 我要做得非常好来称得上你 我不会再做错事 我不会弄账你的房子 不会弄坏你的车子 我不浪费 我不赌博 不做这个不做那个 你以为这样就是一个好的丈夫 或者好的太太 原来她对你的要求不是这样 她对你的要求就是你真心的爱她 你如果不是真心爱她 你做好这一切有什么用 对她来讲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主耶稣在当日 他向这些百姓讲道的时候 尤其是对这些法利塞人 这些假冒为善 这些讲究行为的这些法利塞人 她常常引用 圣经和西亚书里面一句话 她说我喜爱连虚 不喜爱祭祀 这句话呢 因为翻译的不准确 所以我们不容易祭祂 但是主耶稣 她不断的引用这句话 引用了几次 在不同的场合里面 她引用了几次 但是这句话呢 我们要先了解 这句话是一个比较的词 就是说 我喜欢这个多过喜欢这个的意思 我喜欢这个比较的时候 应该是同性质的 就是说 我喜欢你的这个 多过你的这个 这才是一个真心的比较 我喜欢你的连虚 多过你的礼物 你的祭祀 这样呢 我们是不早明白 为什么我喜欢你的连虚呢 这个连虚这个词 是翻译有点错误 如果你看那个和西亚书 他那个西伯来文的翻译的时候 他的翻译叫良善 我喜爱你的良善 我喜爱良善 多过你先的祭 那耶稣引用的时候 不是引用这个和西亚 那个西伯来的版本 他是引用希腊文的七十四翻译本 那个七十四翻译本呢 大家就很容易的把它翻译叫连虚 那变成了我喜爱你的连虚 多过你的所限的祭 但是他们去现代的人 翻译这个版本的时候 是翻译错了 为什么翻译错呢 因为连虚这个字呢 是个女性字 你知道很多文字 都有男女的分别的 那个字都有男女的分别 那个桌子 你说有什么男女 它是有男女的 所以如果你读西班牙文 你就知道 那个桌子 原来是女性字来的 奇怪 跟女人有什么关系 但是古代语言很多都是这样 把它分开了 所以这个女性字是连虚 但是耶稣引用的时候 他讲的那个是男性字 男性字不应该翻译连虚 是翻译忠贞的爱 所以那句话应该是说 我要求是你的忠贞的爱 不是要求你的礼物 就是这个意思 那样比较的时候 我们就明白了 原来耶稣要求的 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的 是我们爱祂 是我们真正的爱祂 不是要我们的礼物 你送很多礼物给祂 干什么 祂需要的是你真正的 对祂的爱心 所以有很多人想用这个功德 做好事来换取他们的福气 换取他们的健康 换取他们的长寿 这是完全是走错路的 因为你如果不认识神 你不跟祂有一个美好的接触 跟祂有一个美好的相交关系 你一切都是白费 你做所有的事都是白费的 因为神只要人信靠祂 神要人爱祂 你就能够得到福气 做好人 当然没有什么不对 当然我们不会反对你做好人 有好的道德 但是这个不是重要的地方 最重要的地方是你认识神 你跟祂有一个爱的关系 因为神造我们 就是希望我们跟祂 能够有一个相爱的关系 做好人有什么不对呢 不是不对 当我们想到 我们能够做一个好人的时候 当我们以为 我们只要凭着我们的努力 就能够做一个好人的话 那我们就不需要神了 是不是 我们还要神干什么 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 我们就不需要祂了 所以我们口说 是敬拜祂 没有意思的 因为 你觉得 你不需要祂的 你得敬拜祂干什么 我们现在 要 要给大家知道的 就是 我们 不是能靠我们自己的 靠我们自己的能力 是绝对达不到 神的标准的 我们很多时候 说什么 很多人都不会相信 人总是以为 只有凭我自己的努力 只有我真心的努力去做 一定能够达到那种标准 所以 所有的佛教啊 道教啊 印度教啊 鬼教啊 什么宗教 都是想着 我怎么样可以信靠我自己 能够达到 那个某一个程度 问题呢是 人是不可靠的 没有一个人可靠 全世界没有一个人 是可以靠自己 能够做好 神要求我们做的事情 人总是以为 只有我能够游泳 我想不需要 你靠别人啊 我要回中国吗 我游泳回去就好了 你说不用啊 你不需要靠的 靠自己回去 你可以坐飞机啊 我们现在这里有飞机 一坐飞机很快的 能够回去中国了 我说不需要 我不需要靠别人 我只要靠我自己 就好了 我游泳回去 你试试看 能不能 是没有办法做得到的 但是人 总是以为 人可以靠自己 能够做得到 我们也知道 所有人 没有一个人 在他临终的时候 他能够自称 自己是个完全的人 我是一个完美的人 我这一生呢 做得最好了 没有问题了 将来 我面对这个大的审判官的时候 我一点都不用害怕 因为我没有做错任何的事 我是一个最好道德人 我对别人有最大的爱心 我行事很正直 我得到全部的人的敬佩 将来见到那个八庭的时候 我见到这个最大的审判官的时候 我就说我没有罪 我没有问题 我没有见过有这样崇高的人 我们只看见 有很多是无稽的人 他们以为 在见那个法官之前 我有很多的话 可以跟那个法官讲 我为自己辩论 我怎么样 很好 没有犯罪 我完全是一个好人 结果到他见到法官的时候 他无话可说 法官就判他有罪 判他有坐牢 判他有罚款 他完全没有为自己辩论的能力 原来我们人 不是靠这个 我们需要的 我们能够坦然无惧 去见到这个审判官的 是靠恩典 不是靠行为 不是靠我们做什么 是靠主给我们的恩典 主要给我们的恩典 让我们白白的生意 白白的赦罪 白白的能够得到这个永生 这完全是恩典 不是我们的功劳而来的 这是第一个障碍 第一个障碍 第一个障碍就是 我们以为 可以靠我们自己的行为 能够做一个好人 以为靠我们的行为 所以可以将来 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归宿 有一个美好的将来 第二个障碍就是 麻木其顿的心 我们的心里面太麻木太其顿 听不懂神的话 不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 第七节说 其余的就成了碍梗不化的 第八节说 神给他们昏迷的心 眼睛不能看见 耳朵不能听见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比如说 他们里面麻木了 他迟钝了 听而不见 他看了不见了 听而不闻 中文碍梗这个字呢 是翻译的比较好 是比英文 英文写着是 hardened 就是有刚硬 知道人的心刚硬 其实不是 这里不是讲我们的心刚硬 是讲人的心迟钝 是麻木了 这里说是一个昏迷的心 昏迷的心 就表示他没有什么感觉了 他真的是完全不知道 好像你去拔牙的时候 那个牙医替你打麻醉针 意思呢 你整个好像都好像麻木了 没有什么感觉 你摸下去觉得很奇怪 好像不是摸到自己的东西 摸到自己的东西 完全没有感觉的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昏迷的心的意思 好像呢 这些都是不是我们 都跟我们无关的 我们听到的道 好像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 耶稣说 你只要心魔就能够得到永生 你就能够将来 能够进入天国 能够与父神 有一个美好的相交关系 这个好像跟你没有关系的样子 你觉得这个好像不是对我这样的 对别人说的 所以你一点都不关心 那个永生啊 永死啊 那个天堂啊 地狱啊 好像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的 耶稣当日也用了另外一个比喻来讲的 他说你们好像油蒙了心 就是说你的心呢 表面上有一层油盖住了 什么都进不去 挡住了所有外面的东西 怎么样都听不进去 不能够感受神的同在 不能够感受神的话语 不能够感受神对你内心里说的话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们 这些犹太人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其实他们他们有罪 他们有问题是因为迟钝麻木 他们的心迟钝麻木 好像他们所听到的东西 跟自己是完全没有关系 其实他们对这个圣经非常尊重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祖宗是亲眼看见神对摩西说话的 他们的祖宗是亲自的听到摩西很郑重的对他们讲到神的要求了 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传下来的一种宝藏是神给他们的 所以他们觉得很宝贵的 但是现在有的人在他们读圣经的时候 他们麻木了他们迟钝了 他们一直想到想用自己的办法来得到很多的神的眷顾 摩西其实得到神的启示之后 再三地警告他们 说将来你们不要忘记神 你们要听神的话 如果你不听神的话 你们就拜偶像 你们就跟随别的宗教 跟随别的那些假神的话 你们就遇到灾祸 遇到什么灾祸呢? 就会受外面的人欺负你们 你们的国家就会灭亡 就会被赶到世界各地 漂流到世界各地 就是摩西老早就跟他们讲的 但是他们麻木 其顿 他们不想到这些 他们有很多的人都是拜偶像 他们都离开神 以及他们做的是不蒙神的喜悦 结果他们受到外面很多人的欺负 你叫犹太人 有二千多年是受外人欺负的 他们漂流世界各地 他们没有一点保障 他们虽然是很聪明去赚钱 所以他们成了很有钱的人 但是他们完全生活没有保障 每一个时代 都有很多人非常震恨犹太人 你看撒斯比亚里面 有些句都在讲犹太人的那种可恶 到后来 希特拉中把他们杀了六百万人 他们完全还没有想到 圣经里面是这样警告了他们 摩西早就对他们说 如果你们不听话 你们不跟从神的话 跟从主的教训 你们就被赶到世界各地 被外人欺负 你们国家不再存在 已经跟他们讲了很久了 他们还是不明白 以为跟他们没有关系 所以结果他们一直到1948年 他们才能够复国 才能够再重新有自己的家园 有自己的地土 但是他们到现在都没有平安 因为周围都是他的敌人 在对付他 因为他们过去这样的 不明白神的旨意 不明白神对他们的要求 而且在当日 神接受摩西 也接受很多很多其他的限制 预告了耶稣基督的来临 告诉他们将来 这位基督要来到你们中间 祂能够帮助你们解决所有的困难 祂能够救你们脱离罪恶 不是轻轻的讲两句 而是要重复的 这种很多先知来对他们说话 那些先知们会对他们说 这个基督会圣在国立恒成 这个弥加先知对他们说的 这个以赛亚先知对他们说 将来必要同女 这个同征女要生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 人要称他们以马内力 就是神 祂要来这个世界与人同在 已经跟他们已经讲了很多 而且呢 还讲到 大尼里先知他提到这个 他来的日期 讲到什么时候基督会来到这个世界上 所以 在耶稣来的时代 有很多人他们都在等候 他们等候那个基督要来 很多人一听到耶稣讲道的时候 他们马上 他们就冲去听他讲道跟随他 所以耶稣当日有很多跟随者 但是他们仍然是非常的迟钝麻木 他们还不知道 这个就是肯定的是神差来的耶稣基督 你看耶稣所讲的道 你看他所生活的那种表现 你看他所行的神迹其事 每一处都在证明这个耶稣基督 就是神所派来的 就是神所预告给他们 知道要派来的神的儿子 是为他们赎罪的那个神的告养 很多人很多百姓都感觉到这个是真的 他们都涌来听他讲道 要求他来医治他们的疾病 但是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们 他们到最后还是把耶稣杀了 把他钉石去架了 这个是很奇怪 他们是太麻木了 这么明显的 因为基督摆在他们面前 他们还是决定要把他杀掉 他们杀的时候 还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一种的仇恨 他是非常的震恨他来杀他 因为那个比赖多 那个寻辅 那个审判官 对他们说 我这里现在到了一个节期的时候 你希望我们释放一个犯人给你 我这里有一个大强盗 那个巴拿巴 巴拿巴 一个大强盗 你要我释放一个巴拿巴 还是释放一个耶稣呢 他们说 释放巴拿巴 要杀死耶稣 奇怪 根本没人比较的 如果拿来比较 耶稣做过什么坏事呢 没有做过什么坏事 他们就是要杀他 心里面太奇顿了 这个比赖多奥觉得太奇怪了 这不可能的事情 他说 这个事情罪不在我 这是你们的要求 所以他当众要洗手 他说 流这个依人的血 这个罪不在我 他当众的洗手 这些犹太人就打声的说 这个罪归在我们身上 杀死这个人 那罪归在我们身上 跟我们所有的子子孙孙上上 哎呀 你看 他们这些 哇太离谱了 他们把他们的罪 都归在他们的子子孙孙上上 所以世世代代代多少的犹太人 他们都受着这个痛苦 因为当日这些无稀的犹太人 他们愿意叫他们的罪 让他们子孙来承担 这是非常的奇怪的事情 但是就这样发生了 所以他们代代的向传 警告他们这些儿子 他们的孙子 不能信耶稣 你看犹太人 他们都是先警告他们 他们不会等他 哎呀 我要信耶稣的时候 才警告他 他是从小就叫了他们 警告他们 那么绝对不能信耶稣 你信耶稣呢 你就会赶出家门 他们就会举行一个丧礼 说我的儿子死了 因为他信耶稣 他就死了 他就为他举行一个丧礼 他们世世代代就是这样做 所以犹太人不敢信耶稣 你看他们的子孙不敢信耶稣 就因为他们的祖宗 犯了这个严重的错误 所以这里第七节就说 他们所求的 这些以色人所求的 他们没有得到 那我们这些呢 蒙前选的人就得到了 什么是蒙前选的人 我们这些蒙前选的人 我们这些蒙前选的人就是 我们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的预言 从来没有读过圣经 但是我们一听到 我们就明白了 我们就接受了 我们就得到了 这个基督的一切的福祉 哇 我们一听就明白了 但是多神奇啊 就是我们这些蒙前选的人 就没有这个障碍 我们就马上就能够得到 他们就有一个奇顿麻木的心 以及不能得到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虽然是外邦人 我们不是犹太人 不表示我们没有迟钝的心 我们要小心防备 我们可能会因为我们自己的信仰 过去我们爸爸妈妈的信仰 我们就有一个迟钝麻木的心 你看很多中国人他们无缘无辜的 正恨基督的 我真的不明白他们到底 耶稣基督哪里得罪了他们 他们就无缘无辜的 正恨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 我们 我们年轻的时候 派单张 到公园里面派单张 给那些 给那些老人家 他们坐着那个椅子上 没食坐 我就送个单张给他 听他传福音 他就站起来 东大爷坚指着我大骂 你们这些 外国资本主义的走狗 奇怪 耶稣基督哪里得罪了他们 做了什么事 害了他们 没有的 这有一种麻木奇论的心 始终不明白 他们是受了欺骗 受了别人的错误的教导 第三个障碍 就是受物欲所残累 第九节说 他们的言席 变为网罗 变为鸡砍 半角 变为半角石 愿以食肠 万下他们的药 第十节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说他们的言席 他们有很丰富的食物 有很多的享受 他们有很多的 我们称为福气的 你知道我们说 能够吃就是福了 能够睡就是福了 对不对 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好的享受 我们拥有很多很多东西 我们希望的拥有的就是什么都有 这是我们的 现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真的比以前的帝王的享受更好 是不是 你看以前的王爹 康熙王他有冷气机吗 你看我们现在做好 我们享受的比他们 比他们以前的王爹更好 我们有很多丰富的东西 有很多享受的东西 但是 小西 很多这些东西可能成为我们的祸害 我们拥有的东西可能成为我们的祸害 这里呢 中文说 因为你时常 时常 时常就是经常性 不断的挖下他们的药 那 英文他翻译更可怕 那是forever 就是永永远远 你不能改变 其实不是forever 应该是 中文的翻译是比较对的 就是 不断的 持续不断的 在控制着他们 挖下他们的药 你看 现在这个时代真的很多人都被 很多这些丰富的东西 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所控制 我们成为他们的努力 那些人玩电脑玩 玩到半夜三点钟还不睡 哎呀 开开那个钟 哎呀三点钟了 我应该上床睡觉了 他上了床之后做什么呢 拿起他的手机来 摸啊摸啊摸啊摸到天亮 你看是不是已经被控制了 已经完全整个人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力量 这里大卫说描写了 他说要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 这是描写一个老弱的人 他的腰腿都在发抖的 在站抖的 在走的 是没有肌力的 常常都是弯着腰的 没有能力去自拔的 就描写这种情况了 就是我们拥有这些东西都控制着我们 我们已经没有能力脱离他的控制 所以物质太丰富 不一定是福气的 物质东西不是邪恶的 但是物质太丰富 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祸害 不一定是福气的 有人研究近二百年所有的大人物 所有那些伟大的人物 被全世界尊敬的那些大人物 他们都是贫穷出身的 你发现他们原来全部都是从贫寒的家庭里面出来的 没有一个是大富翁的儿子 儿女出来的 没有都是贫穷人 所以难怪主耶稣说 你看那些有钱财的人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啊 骆驼穿过真的眼比他们进天国还容易一点 你想真是太奇怪了 耶稣讲出这样的话 有钱的人好像是不可能进到天国一样 其实财富不是坏的 但是财富能够迷惑我们的心 能够迷惑人的心 所以你看见现今的国家 很多人都是被这些物所害 被这个物所控制 吸毒啊 赌博啊 游戏啊 夜乐 做了房子的奴婦 做了车子的奴婦 做了食物的奴婦 食到这些人变成怎么样呢 完全没有志气 整天呢 就是想说要享受 要享受 一点苦都不能受 没有理想 没有道德 没有勇气 所以 这些这些物质 所以不一定是福 是我们的福分 可能是害我们的东西 所以有人说 我们不怕枪 不怕子弹 不怕那个枪弹 厉害的 杀伤力武器 我们都不用怕 因为它只能够伤害我们身体 只能够杀死我们的身体 但是我们最害怕的是什么 是那个淫难 是那些钞票 是那些物质 那些丰富 因为这个能够毁灭我们的灵魂 能够伪坏我们的人格 能够使到我们的意志消沉 所以 我们知道一件事 就是一个伟大的心灵 就是知道什么东西是做他的奴仆 什么 什么 哪一位神是做他们的主 他们应该分清那个次序 应该 我们的神在最上面 祂是我们的主 我们在神之下 但是 我们在万物之上 所有的东西都要做我们的奴仆 所有你拥有的东西 都是你所使用的东西 那你就没有问题了 如果你把所有这些 那些你希望拥有的东西 把它看为是主人来拜祂的话 你的人生 将会是非常的悲惨 非常可怕 上海音乐学院 上海音乐学院 有一位超过一百岁的教授 马格顺 那些音乐学院已经教了很多年了 他有很多学生 前年的圣诞节 就差不多两年前了 他们为他开了一个白碎滑旦的一个音乐会 有一个大的音乐会 里面唱了很多基督教里面很伟大的乐章 那些哈利路亚颂啊 那个荣耀颂啊 还有很多这些非常伟大的那些乐章 这个马格顺 这个马格顺教授呢 他是一位歌唱家 也是一位作曲家 他写的很多 他写了很多圣诗 不过呢 因为他写的都是圣诗 所以呢 不是 不会受外界很大的注意 但是他有一个 那个大合唱的一个理论 是很受 广大群众所注意 所以他最出名的地方 就是他叫那个合唱团 怎么样唱好这个合唱 他的合唱理论是文明全中国的 其实他是六十岁才开始 有机会发展他的 他这些工作 因为之前呢 他是在那个文革里面 受到很大的那个迫害 因为他被打成右派 他是一个反动学术的权位人士 所以被打成右派 他在那个文革的时候 受了很多苦 到了一九七九年 他才得到培法 他从六十岁开始 他才是真正的 有机会在那个文革之后 他才有机会 发展他的才能 他去做这个音乐学院的教授 现在呢 已经成为太陡级的人物 就是国家里面 真是很少人 有他这样的声望 可以讲 他有很多一些名人 这些大人物都很不相同 他带领这个合唱是很风趣的 如果你听他教那个合唱的理论的时候 哇 那所有学生都觉得非常的异道 觉得很奇怪 很奇妙的 他这种 这么风趣的一种人物 能够带好这样的一种 严肃的一种艺术 他不同的地方还有呢 就是他跟别人的名成立就的人很不相同 你知道所有的人呢 当他们有了名望 有了钱财之后 他们的生活就会改变很多了 他们会 他们会住在豪宅里面 他们会有很多的 物质的享受 但是 这位教授 他过去四十年来 都是住在同一个小的公寓里面 小小的公寓 只有四十个平方米 没有什么很多东西 他全副心都不在外面的东西 他重视了怎么样 把他的事业 把他的音乐的造语 能够传给他的后人 所以他的心不在那些外面的物质 他从来没有想到 要享受好一点 要给自己多一些享受 他现在已经一百零二岁 他还能上台来指挥这个合唱团 这是甚至留不齐的一个人物 就是因为 钱财 永远不是在他心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外面的物质的东西 永远不是他 永远不会站在很重要的位置 他的一生 就是想做怎么样 就是荣耀神 怎么样把这个圣诗 怎么把那个合唱做好 我们只知道这个身外之物 我们很多人都很希望得到这个身外之物 能够拥有很多这些财富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身外之物 能够帮助人 也能够拦住人 亲亲生 他是中性的 他并不是邪恶的 虽然有些人讲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 这是错的 他引用圣经 但是引用错了 圣经不是说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 他是 the love of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 就是贪财 才是万和之根 不是钱财 是万和之根 钱财 可以是好事 也可以是坏事 就看我们的信 放在钱财之上 还是钱财之下 我们尊敬钱财 还是使用这个钱财 所以 当我们能够分清楚 我们的次序 人生的次序 当我们能够知道 这些外面的东西 并不能使到 我们得到永生的福气 我们知道 最重要的 就是认识神 能够得到他的恩典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 美好的人生 那我们就会 侵蚀这个世界 所拥有的东西 你可以拥有 但是你不能重视他 所以 诗篇很清楚跟我们讲 你财宝增加 你的财宝增加 是可以的 是可能的 你的财宝增加 但不要放在心上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句话 你可以拥有很多很多 但是你只要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你可以把它放在假袜里面 放在你的保险箱里面 但是不要放在你的心上 那你就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基督徒 你跟神的距离 就不会很远 你就能够与他有一个紧密的关系 好 我们来唱 这个奇异恩典 我们从战绩来唱 奇异恩典 我们主给我们的是恩典 恩典 就不需要用我们的努力 能够得到 我们只要伸出手来 我们就能够得到 这是奇异恩典 詞作曲 鞋 你每一询回 下夜既能看见 如此而言 是我敬畏 是我既能而为 初心之时 寂寞安慰 全是何能保随 寂寞寂寞 危险妄罗 保守人间苦从 世安灵活 厉害路过 大日回归天赋 将爱在天 安居万年 恨光如云不照 好想追逐 我们尽快 祝你永不再生 我们一同祷告 简爱主 我们感谢你 我们能够有这个福分 可以不断的来称阳 赞美我们的主 主啊 我们想到 将来还有千万年 多过千万年 我们可以继续在你的宝座前 来做这个美好的侍奉 主 我们感谢你 主啊 今天 让我们的心 能够与主靠近 让我们的心 能够排除一切的障碍 能够与我们的主 能够有一个美好的亲近 主啊 让我们进到你的宝座前 我们能够得到一切 主啊 让我们能够 离开一切 拦住我们认识你的 那些障碍之物 那些成见 一切的 探图外面的东西 的那个心 主啊 让这些 全部都能够离开我们 让我们正心 全心全意的 来亲近我们主 好教主 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成为我们一生的 引导与依靠 主啊 让我们能够盟主 你自己亲自的带领 能够成为美好的 一个天国的禁兵 能够服侍我们的主 一直到见主的面 主啊 愿主 早日来到我们中间 早日到回来 让我们能够得到 面对面的 与我们的主相交 主啊 在这个时间 我们祈求主 将更多的能力 福气 嫁给我们 让我们有能力 胜过一切的试探 有能力 得胜一切的疾病 疼痛 让我们有能力 能够得胜魔鬼的作为 让我们能够把福音 能够传遍天下 我们祷告公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